好的,我们现在开始 然后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徐俊杰 然后英文名是Pakku徐 在那个GitHub上就是Pakku徐这个名字 然后我是Signode这边的reviewer 然后这次我跟熊熊是来讲 那个Signode的一个介绍和它的一个深入解析 然后基本上是介绍会cover住那个 Cruplet的一些基本的一些信息 然后再加上最近的一些更新 然后还有一些PL1G 我们会深入介绍一下 然后对,大概是这么一个内容 我这边是在那个Doc Cloud 然后我最近主要负责的是Cruplet ADM和Signode的这两个方向 然后你来 哈喽,大家好,我叫Yuan熊熊 然后我是认知于GitHubGitHub Lab 然后我是在北中工作 然后我主要维护HAM,HAM File 我是这两个项目的维护者 然后我以前也经常工作于那个 Signode也是KBiAS的漫本 好,谢谢大家 好的,下面的 这边是之前的Signode这边的一些介绍 包括那个今年上半年的那个EU的Cruplet Khan 然后是有视频和那个PPT的 然后包括去年的那个底特律的那个Cruplet Khan 还有前年的那个,前年其实是我们线上的那个Cruplet Khan channel 然后当时我也做了一个简单的分享 然后是,每个分享的话基本上它的测诱点可能就是 当前这两个季度或者一个季度的那个KBiAS的一些变化和更新 今天我们主要的介绍内容是 议程是这样子的 就是前面是先介绍一下Cruplet和Signode下面的Cruplet 后面会介绍一下1.28里面的一些更新 然后在重点会介绍一下PLEG Signode其实就是大家简单来理解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节点管理 然后KBiAS它本身是做了一个集群管理 然后而它当一个Pod最后被分配到一个节点上以后 它其实是在这个节点上完成它的一个Pod的一个生命周期的整个的管理 包括它的存储网络 所以其实Signode它主要在看的问题就是集中在这个一个节点上的这个信息 这个其实是最近可能对大家印象最大的 就是说那个Docker这块已经被废弃了 然后DockerSign被废弃了 然后Cruplet这边的话 它之前内部是有一个DockerSign的一个组件 然后去连接直接连接Docker 也就是说如果你告诉那个Cruplet 你要连的是Docker的话 它其实是直接走自己的内部逻辑 然后去调Docker的 而那个1.24以后呢 这部分代码是已经被完全移除了 然后你现在需要从那个叫CruDockerD去连Docker 现在CruDockerD呢 是单独在那个另外一个项目去维护 它已经不属于那个Cubernetes社区了 它的维护频率的话可能不会太高 但是其实也会 最近也看到他们也同步了一些Cru的一些更新 就因为Cru本身还是在演化的 而那个它之前刚开始的话只是把DockerSign的代码同步过去 并没有做很多跟进 所以这块可能会没有那么快 但是只要大家关注的话 应该还是有一些同步的 而当然现在大家最推荐的可能是CruD或者CIO 而这两块的话它更多的是直连 因为其实Docker它本身也会去连DockerD 所以其实从使用的角度 除非你有一些功能的需求 必须要用到Docker 那你可能暂时还可以用这个CRIDockerD的正方案 但是慢慢的可能你还是要去迁移到CruD 因为它还是有很多其他的好处的 因为你的结构更简单了以后 其实硕实话出问题的可能性也会变小 DockerSign一出以后 其实Kiva在Cruplet这块的一些Regression 应该还是减少了的 在最近有一个统计里面 这个是Cruplet的一个总体的 它包括的一个范围 就是简单来说 Cruplet是一个节点的一个Agent 然后但是你其实细细细细细的去看它的话 它除了做Pod的这个Management 它还要做日志 然后那个存储的这个Volume的挂载 然后Secret ConfigMap这些相关的一些管理 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作为如果是应用的话 它会用到比较多的 就是这个Prob的一些管理 包括了这三种 还有你跟下面的CRI 它会有一个Runtime Image Service 这两个的管理 再加上它的Shadowdown 现在我们也支持了那个GreecefulShadowdown 然后ShadowdownManager 还有包括你去通过KivaLite 去拿Pod的一些信息 可能会用到CriVisor 但CriVisor其实现在大家用的会慢慢变少 因为现在有一个新的Alpha的一个FeatureGate 是那个Cri 通过CriProvider去拿相关的Pod的一些资源的信息 除了这些还包括了什么Eviction的Manager 状态的Manager 还有UserNameSpace的这些等等 其实我这边列的是一个子集 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一些组件 涉及到的 其实就是节点管理这块还是相当复杂的 尤其是前面提到的这个Pod Management本身 它的这个PIEG 就Pod的这个Lifecycle的一个管理 其实就已经相当复杂了 然后从节点的角度上讲 节点跟控制平面是怎么通信和工作的呢 从节点到控制器 其实基本上只会走这个API Server 因为API Server是它的所有的这个存储的一个中心 然后节点通过API Server去拿到哪些Pod 是在这个节点上工作的 然后去拿这些Pod去做工作 然后还有就是它去API Server做一个注册 而反过来从控制节点 它只有几个场景下 可能会去访问CrupleLite 就比如说Logs 就你用CrupleControlLogs的时候 用CrupleControlXEC 它调的就是API Server对应的那个接口 然后去连CrupleLite 其他的场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注册这块的话 其实这个一般来说 你可能不会不需要太关注 因为大部分情况下 都为你的安装器去管理了 比如说CrupleADM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它基本上都会在安装 叫按或者是过程中 把节点的这个注册完成 所以这些参数可以关注一下 但是可能除非你有一些定制化的需求 你可能才会需要去调整 或者是像下面你的一些latency 需要做一些调整的话 可能需要这些参数 这个心跳的话 其实就是你节点 它节点管理的话 你是需要有一个心跳去维持 这个节点到底是不是ready的 而在早期的版本里面 它其实是一直用 直接去patch一个status到那个node上 然后这样其实它会对整个node做一个更新 而很多个那种控制组件 它都会用到这个control manager 它去list watch这种node资源 然后这样子的话 就会出发很多次的这种event的trigger 然后包括这个过程其实在很多场景下 会有一些导致大家收到了很多 其实没有太大用处的这个event 因为它是一直在心跳 然后这块其实后面加了一个list的object 然后去维持这个心跳 这样子的话 它就把那个nodeobject跟这个 它的心跳做了一个简单的分离 但是它为了保持一个一致性 或者是保持统一的话 它还是维持了这个nodeobject里面的更新 只不过把这个更新的时长拉长了 然后通过这个时间以后 你可以看到它的grid 就是如果没有心跳了或者怎么样 它会做一个control manager 会去做一个node control的一个操作 就是你这个节点下线 或者是不健康之类的 另外就是CoopLite 它其实它维护的 就远远不是说节点上的这些东西 还包括了就CSR 尤其是CSR和CNI这块 它会有一些标准化的接口 包括它的run time 其实也是可以你自己去指定的 所以其实它CoopLite整体来说 它更多的是把这个接口和它的 接口调用给做好 然后很多时候 你通过这个标准的这套 这几个interface 去实现自己的逻辑 因为大家可能会用不同的run time 不同的storage和不同的网络 另外一个Signal的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resource management 其实就是我们最常用到的 K8这块就是CPU和memory 现在也越来越多 就比如说你临时存储 然后包括PID 它也有一些feature gate 然后来控制你的feature gate的数量 比如说pod 它有个pod和node两种 然后还包括你的一些device 但是其实它其他的一些device 现在更多的是通过那个接口去做 包括那个device plugin 和后面可能会提到的那个DR 现在大家也越来越关注 比如说num或者是这种GPU之类的 然后在后面两个 可能是大家一个 需要简单注意一下的 就是你的节点的容量 你的那个cuba reserve和system reserve 其实是可以帮助你 让节点上的其他的一些系统进程 能够预留一些CPU和内存 而下面这个memory这块的话 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个QoS的引入 就是新的cgrover v2里面的memory high 它这个可以限制你的那个 就是内存回收 就是说你如果你的pod的内存 超过了这个memory high的话 那么它会加入一个throttle 就是有点像CPUthrottle 它其实是让你的那个内存的回收 会变慢 就是触发那个内存回收 让你的分配相当于是变慢了 但是这里面目前我们在1.28里面测下来 有一个相对严重的问题 所以这个功能呢 目前没有beta还是alpha的 它的严重的问题呢 就是说如果你达到了这个memory high以后 你的申请的速度超过了你回收的速度 那么有可能你这个pod会僵死在那 因为相当于你它被throttle以后 就相当于你的 因为throttle那个状态的话 是有点无法工作的状态 而不是那种就是cue的状态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它可能它的这个僵死状态 还不如就是把它cue掉 就是不如不工作 所以这块其实我们还在继续讨论 到底怎么去推进这个功能 这个的话是节点 一个pod它的退出和驱逐 其实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 就是一个pod它突然间退出了 我们要去查这个原因 通常情况下讲 我这边列了一下 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你的那个内存 然后内存OM 或者是你的cooler的一些 eviction的条件触发了 像如果是cooler的去kill的话 其实你可以在cooler的里面 日子里面是能找到的 如果不是cooler的kill的话 大部分情况下应该 要么是你的process退出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原因 就是有时候你可能 要去内核里面去 或者是去其他方面 去找一些原因 还有包括就是退出的这块 其实node growth shutdown 这个功能 其实也可能越来越多人在使用 后面还会提到另外一个 现在在下面一节的话 我会简单介绍一下 就1.28里面 StickNode这边的一些更新 这里是1.28 我们当时做了一个相当于回顾 从1.22到1.28 其实我们Track的这个KP 其实就是它的功能 然后是有一些波动的 但是其实之前Track是比较少的 但是1.28我们Track了31个 但是实际上最后只有17个merge了 但其实这个也已经超过了 之前SickNode的一个负载 就是我感觉SickNode 它的这个整体的功能的演进 还是比较慢的 1.28其实算是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这里面还包括了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 这个KOS的这个功能没有被推进去 因为我们通过测试 发现了这些问题 然后觉得它不适合继续做这个merge 所以其实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说明我们在SickNode这块的进展 是比之前更多的 然后这边也提到了一些 常规的一些方法 就比如说我们更早地去核代码 更早地去review 或者是有一些很大的KP 它合并会很慢 就像那个VPA后面会提到 它可能用了四年 最后它的第一个最大的PR才合进去 1.28的话 这边是首先我先介绍一下 1.28里面合入的这些重要功能 然后这里面分了三组 就是第一组是Alpha 就是全新的功能 Beta是之前Alpha的功能 觉得比较完善了 推到了Beta 还有就GA就是说 已经相对比较稳定的功能 Alpha这块其实可能重点 后面会详细介绍 比如说Sitecar 然后DRA和UserNameSpace 其他有几个比较小的 比如说CDI device的API 然后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是在 首先就像刚才提到的 它是一个标准接口的定义 所以我们可能会先在CRI这边 去定义一些新的接口 然后后面的话 再由其他的一些组件去实现 包括下面这个Discover CGroove driver 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常用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的CGroove driver 跟你的CrooveLite配置的CGroove driver 跟你那个Runtime配置的CGroove driver 不一样 导致你的Pod起不来 这个其实是经常会有人在 K8的GitHub里面去问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他们现在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个信息 暴露给CrooveLite 然后将来的话做到安装 或者是运行状态下的一个自动识别 这个Alpha的其实只是说 把这个状态暴露上去 后面有几个 可能后面会详细再讲 Beta的这里面可能到时候会强调一下 这个Swap 还有一些拓谱的一些改动 再加上下面升迪到的里面的 这个Non-Greaseful Node下档 其实在Stiffle Set里面 大家是可能会涉及到比较多的 另外就是刚才提到的 其实我们这边有很多个功能 它没有在1.28里面成功推进去 然后有些是推迟到了1.29 然后有些可能 即使到了1.29 可能还是卡在一些原因上面 这是我上上周更新的 它有一些功能已经merge了 其中其实我可以重点说一下 就比如说这个VPA 它的Windows的Support 其实目前是卡在这个地方 就是它也要做Windows的一些支持 像那个 Image的这个 并行下载 其实它只是卡在一些测试上 它的功能本身 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 像下面的话 有些功能可能它本身还没有 它的设计稿最后没有定下来 所以可能还是需要点时间 这个其实对大家可能也会影响比较大 就是节点的年度升级 这个是那个K8最近一年 可能都在想去弥补的一件事情 包括那个 现在最新成立的一个workgroup 叫LTS的workgroup 它希望做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能够延长你的这个支持周期 同时呢 upgrade的这块呢 能够让你更加的顺畅 这里其实你可以看到 它是两种方案 一种方案就是说 你现在是1.40 然后你去升级 然后这个升级过程呢 它其实是相当于你每年 因为现在K8它不是每年会发三个版本吗 然后他们现在给出的一个 就目前如果你用K8的话 你知道就是它只能一个版本一个版本往上升 就1.25升到1.26 再升到1.27 再升到1.28 这个其实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现在有些他们这种共用云 比如说那个谷歌的那个GCP吧 他们应该已经有GKE 他们已经做到了 就是说他们控制平面 从1.25升到1.28 是慢慢一个版本一个版本升上去的 但它的节点还保留在1.25 因为它的这个叫screw的这个policy 是n-3 就是API server和Crewlet的n-3版本 也是可以兼容的 所以这里面的话就相当于 他们只要在年底的时候 对Crewlet做一个连续的升级 或者Crewlet做一个大版本升级就可以了 包括这块Crewletm这边 我们也在做一些支持 就是让你的这个升级的兼容度更高 然后满足这个目前的这个screw policy 另外那个LTS那边现在还在调研阶段 还没有到那个定下来 就比如说我们是支持两年 或者是几年的一个版本 但是大概率不会超过两年应该 因为目前我们只支持到一年 然后swap这块的话 在1.28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大的两个改动 一个是它只支持那个Crewletv2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只支持那个burstable pod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guaranteed pod 我们认为你的内存和CPU都应该是满足的 包括你的内存是8G 那我就不应该去用swap 用swap的话你的速度或者性能或者可能会受到影响 所以呢只有你QoS是burstable的话 我们是会使用到swap的 如果你是best effort的 其实你可能也没有必要去用swap来 就是对用到swap 然后这块的话 目前它也是default是disabled的 因为这里面其实你在使用的时候 你要去把Crewlet里面的那个fill onswap去改成false 然后你才能使用 然后而且你还要开启这个feature gate 还要再配置它的一个那个strategy 然后这块其实可能如果你使用物理机的话 然后还有一些burstable的pod的话 其实是建议开启的 可以验证一下这个功能 是不是对你们有一些帮助 Uranim Space Spot的话 它这个是一个安全架固 从1.25到1.29 我们一直在相当于 不断地扩大它的一个知识范围 然后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在pod spec里面增加了这个host users 然后通过它来去定义 然后这样子的好处 其实就是后面那张图 如果了解Linux内核的话 它其实它是通过这种内核的 Uranim Space的这个能力 让一个你启动的pod 它自己以为自己是root 但是实际上从那个操作系统的角度上讲 它不是root 它是通过一个IP的一个map 然后去让你没有那么高权限 这样子的话 你就现在其实大家有时候在做一些改造 因为之前强调安全的人会强调说 你要做routless 那K8其实它自己本身也做了一个 Curve ADM这边做了一个支持 就是API Server 然后那个Control Manager Schedule 跑在飞root下面 然后它加了一个feature gate 可以做到这个事情 但是如果有了这个User Namespace的支持的话 其实我们就不需要做这件事情了 就是你不需要把你的pod的那个user 都定义成飞零 如果你这样子 其实还有一些其他问题 比如说你的pod去占用那个0到1000的一些端口 小的端口的时候 如果你不是root的话 在有些内核上是不支持的 你需要再给它一些额外的那个权限 现在这个里面的进展 其实就是1.27里面支持那个stayless 然后1.29 现在的话 它会再做一个pod security的支持 就是之前PSP的替代的这个方案 pod的那个security DRA这边 我这边可能不会太简 不会深入介绍 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这个DRA的一个 最近的一个变化 就是它是1.26我们引入进来的 然后1.27升级了它的那个版本号 然后到1.29我们是计划把它推到beta的 现在1.28里面我们最重要的做的事情 可能就是那个在调度这块做了一些优化 然后就是有点类似那个claim这种方法 就是它在这里面做了一些优化 来去加速它的这个调度 其实它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早期的那个device plug-in 它其实开发的可能比较早 然后没有考虑到有这么多易购的资源 所以它之前留出来的这个接口 更多的给人感觉是 它本地有个device要给你用 而不是像现在的那种GPU 有些可能共享 或者是有些什么分时分片之类的 一些更复杂的需求 就是之前的这个device plug-in 接口是很难应对这些问题的 然后这里面举的一个 这个YAML的例子 其实就是一个POD 它两个容器去共享一个GPU 和两个POD共享一块GPU 可以现在通过这种方式去定义 这个是今年那个上半年的 那个EU的Cruant上 他们重点介绍了一个DR的 一个整个架构 然后这里面其实 调度这块的这个优化 是当时他们正在推进的一件事情 然后现在应该是基本上都合进去了 这块的那个性能 应该是比之前是有提升的 但是不太确定 能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 这块可能还需要大家更多的反馈 这是一个DRA的一个example driver 它其实就是相当于给你提供了一个 接口实现的一个例子 可以做到就刚才说的 那个YAML里面的那个效果 就刚才那个YAML里面 其实就是这里提到了 这第一个例子和第二个例子 然后还有就比如说 是第二个和第三个 这两个例子 然后后面这种 应该也是更长 也是一种很常见的一些情况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那个VPA 其实就是在Corelet的角度 其实它是Inplace Resource Resize 就是它在1.25里面 在CRI的那个接口里面支持了 你可以动态去调整 Port的那个Request Limit 然后在1.27里面 它的那个VPA的一个功能 才完整的比较合进去 然后1.28本来计划 是把那个Windows这块做完 然后现在是推迟到了1.29 然后最近的一个更新 可能还挺重要的 就是很多人在用那个Corebounding 就是静态的CPU绑定 然后字节这块是在做一个 新的一个KEP 最近刚刚提出来的 然后他们做的什么事情呢 就是Corebounding的同时 去做VPA 然后动态地去调整 它的绑定的情况 这块目前社区的版本 是不支持的 这块可能也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需求吧 VPA这块我就不详细讲了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它在那个单独的一个仓库里面 然后它有一个VPA的Updator 和一个Recomer 然后它是通过Metrics 去收集它的信息 然后给出一个建议值 然后再通过这个Updator 去更新它 然后它自己本身有一个Controller 然后这个它里面的一个Demo 还是挺好用的 然后这个VPA 可能在一些场景下 也会有很多应用场景 还是挺多的 它就这里提到的 就是说它跟HPA的一个差异吧 或者说它的一个优势 就它不需要重启 你也可以定义它重启 也可以定义它不重启 然后另外就是你在一些这种 需要快速响应的情况下 因为你扩展 还需要一个启动的过程 这个启动过程 如果你Pod的启动 是比较慢的那种 可能就会无法接受 这时候你可能 直接给之前的Pod增加资源 这种方式的话 它可能能让你更快地去响应 这种流量的波动 另外就是在一些那种 资源利用率比较低的情况下 它可以动态直接地帮你去做一些调整 这个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场景 好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个PLEG 好 接下来又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PLEG 在KBIS里面的演技 我介绍的主要是 什么是PLEG 以及它的分类主要为 Generic和Invented的PLEG 然后包括它们两者的比较 然后最后是 我们在PLEG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 以及如何去解决 首先呢 我们大概介绍一下什么是PLEG 然后PLEG呢 全称是POD Left Circle Event Generate 就是专闻叫做 POD生分周期试检生设计 我们知道呢 就是Kubelet 它本身 是一个NodeAgent的 它主要是保证 在Node接线上的POD的状态 来匹配它的POD的SPEC 对 在早期呢 它主要是 它的实现是比较复杂的 因为它需要 针对每个POD 节点上的每个POD 都会起一个Worker进程 这个Worker进程 主要工作原理就是 通过访问CRI来获取 该POD的所有的 容器的状态 然后与POD的Catch进行对比 然后生成一个事件 就导致了 随着你POD的数量增高 它会导致你这个节点 性能的损耗 对 然后后来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社区就提出了一个PLEG 这个概念 它与以前的实现的主要状态 就是它把所有的 容器状态的获取 都归接到一个PLEG 一个R 例子的一个进程里面去 对 然后我们继续 这就是它的核心逻辑 对 然后它把所有的 容器的信息 都是在一个单进程里面 去获取 然后通过比较它的 PODCatch的状态 来生成对应的PODEvent 对 它主要解决了一个并发的问题 以前可能随着你的POD 数量的增多 它的并发就越来越高 而现在只需要一个单个的 WALK进程就可以了 然后同时它的效率 也变得非常高 保证了COBLET的一个快展性 对 然后它主要的提升点 就包括 然后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 就在空间时间 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工作 对 比方说一些List 对 然后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降低了一些 到CR 溶进云时的一些并发请求 对 然后第三步 就是我们 这个是 1.26之前的一个 实现 叫Generic PLA一级 对 这是 左边是它的主要的逻辑图 它的核心主要在于 这个Release function 它每秒 然后运行一次 然后查询 该节点上的所有POD 以及容器的相关信息 然后对 与当前POD里面 PODCATCH已经对比 然后生成对应的POD事件 然后 对 然后 这个行数会在运行的时候 注册一个Health 这个Health会 它的超越时间是三分钟 如果你 这个Arlist 运行时间超过了三分钟 就会遇到我们常见的一个问题 就是PLAG is not healthy 对 这是它的整个运行逻辑图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 上面说 从左边 Arlist是每 周期是一秒 然后 包括PLAG指标的生成 然后从 CRI面 对 就是容器运行时里面 然后扩取 对应的时间 对 然后 更新相关的 指标 包括Release的时间 然后 下一步就是 比较 PODCATCH里面的数据 与当前列数的数据的差异 来生成对应的时间 对 最后保存到 更新到 那个 PODCATCH里面 对 然后下一步 就是 最新的 EventedPLAG 对 它 大家可以看到 它整体的逻辑图 在左边的话 它其实还有这个 Arlist的逻辑 但是它与 GenericPLAG的区别 就是它把整个的周期 变大了 以前Generic的 Arlist的周期是一秒 现在改为三百秒 对 然后 它的Release的超时时间是 以前是三分钟 现在直接改为十分钟 对 对 这样就减少了 Arlist的整个 轮循的一个频率 对 这部分是一个 CAP的一个链接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 它 本来在CAP里面写的是 自己是 V1.25 它会进行α 但是由于 代码的一些问题 然后它 这个实际是在 1.26里面才有 然后它BAT里面 是在1.27 对 然后我们可以看 它自己本身的一个 逻辑 它本质上是通过 CRI的一个 Event的一个借口 来获取这些事件 就免去了一些 对比的逻辑 当然这个逻辑的话 得需要更高 版本的 CRI月星室来支持 对 然后 基于这个Event的 PLAG 它又注册了自己的 HELS逻辑 对 它的HELS逻辑是当 时间队列里面的 数量大于1000的时候 它就会 给你报警出一个 类似于一个PLA 紧到的HELS 就是当前它逻辑 同时运行 然后 如果你们的 它有个 回退机制 如果你当前 比方说你的 container运行时 是不支持这个 Event的 这个机构的话 它会在 你失败的时候 进行 强制 release的一下 就是强制回到 Generic PLAG 如果 再 从事五次失败之后 它会 把整个逻辑 回退到 Generic PLAG 就把包括 那个Channel啊 然后GoRooting 都会相当地停掉 就是我们 给了我们一个 兜体措施 对 这个是 他们两个 不同实验的比较 包括 Generic 它的优点 主要是 简单 对 它的实验 只是 就一个现场 然后 在 release里面 对那个 R 容器运行 是进行 List 就可以 然后它 有那个 一致性保障 对 第三点 就是它的性能 是可以说 这是在你的 接电上的Po的 比较少的时候 如果太多的话 它就可以报 那个PLAG It's not healthy 对 然后它的 与那个容器 运行式的 接触性比较好 它可以 实现在当前的 任何一个 Ci里面 对 然后基于 以问题的 PLAG的话 它 因为它是基于 事件的嘛 它的性能 就比较好 然后它可以 更快的 深圳试检 然后包括一些 资源使用力的提升啊 还有 当然 它有一点限制 就是它需要 现在就是 更高版本的一个 容器运行式 对 然后 这个不就是 为什么我们 这个 以问题的PLAG 会更好 因为它 结合了两点 既有 到底保障 也有 性能的提升 然后 第二个是 现代运行 容器运行时的话 它会提高 更好的性能 让我看一下 对 我们下一书 说一下 那个PLAG的 插布数题 对 我们 在运维KPS的时候 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 就是PLAG is not healthy 它发生的原因 可能 有很多种 常见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 容器运行时 比方说 延迟比较高 或者是 超时 对 导致容器运行时 延迟或者 超时的情况 就是一般 容器运行时 本身的Bug 或者是 一些思索问题 对 第二个呢 就是 你当前 在节点上 跑了 过多的POD 它 这个release过程 无法在 三分钟内 完成 对 它就会 给你提示一个 PLAG is not healthy 然后第三个就是 可能 遇到一些 隐藏的 cobulated bug 针对以上三种情况 其实在我们 日常运维会 我们经常会遇到 第一种和第二种 第三种遇到的情况 比较少 然后 针对以上三种情况 解决方案 一般情况就是 第一点就是 我们可以 找到 对应卡住的 就夯住的一些容器 然后把它 手动把它kill掉 然后如果 无法找的话 可以把整个 游行时重提一下 甚至 如果直接卡住的话 我们在必要的情况下 还可以把整个 节点重提一下 对 然后第二点就是 第二点就是 我们 在那个节点上的 POL的数量 进行合理的安排 然后 它有个参数叫做 MaxPOL 对 把它设置的 更合理一些 对 然后第三点就是 如果是在找不到问题 就一直遇到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到 Cobulated社区里面 来搜寻相应的 Useal 看看有什么 有对应的解决方案 对 而主要是这个 Kubernetes是个社区 很强大的 它有众多的维护者 然后很多人都乐意 回答问题 对 我的关于PiG 介绍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我们时间可能 我刚才用的比较多 然后最后就是说 希望大家能够 多多来参与 StickNode的一个建设 StickNode 其实它重视的是 一个稳定性 所以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可能希望 你来去做一些测试 然后BugFix的 或者是你去Open一些Essue 然后这个是要大于 一个做Feature的 因为很多时候 做Feature可能需要 你有更多的一个 通用性的一个功能 然后可能才能推进来 而且这个过程 可能会相对 看到的比较慢 然后就是增加一些Monitor 或者是一些日志 或者是一些metrics 这些信息是我们非常欢迎的 然后可能这种 PR的合并速度 可能也会相对快一点 然后另外下面就提到的是 文档呀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就是还有一些重要的Essue 可能或者是PR 可能会被优先级比较高一点 另外就是我这边 SIG的一个周会 是在每周的周三凌晨一点 然后有兴趣的可以参加 因为其实可能 PR或者Essue里面 大家回复的可能还没有那么勤 因为很多人都比较忙 然后可能这个SIG Meeting上 如果你有一些比较重要的Essue 可以在这个会上去讨论 可能会得到的响应会比较快一点 然后剩下就是在 比如说Slack呀 或者是哪里都可以找到我们 然后这是目前的一些负责人 然后Serge后面还有个视频 可能来不及放了 就是关于如何来参与SIG Note的 然后后面我可能有 发到那个Schedule上面 然后作为附件吧 我后面 后面就没有其他的 好 谢谢大家 问题可以会后交流 老师我想问一下 就是KBiS官方文档里边说 每个Node它推荐是跑110个节点 是吧 然后我想问一下 是影响这个数量上升的一个 平均点或者风险 在哪一个位置 你们觉得 这个设置其实并不是 它只是个推荐值 其实就像刚才他提到的 这个Release的情况 如果你是物理机的话 其实你可能就是要跑很多 所以这时候你要去做一个调餐 而不是 就是你可能需要调到你一个 适合你的一个值 对 只是110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限制 就是大部分情况下 可能110个 因为我们之前跑过大概三四百 它List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很明显的去会超时了 在一个普通的 比如说四合八级 或者是比较小的这种配置里面 甚至在一些大的配置里面 它也很容易超时 可能要细分 因为真的 有很多时候 比如说你的存储 或者是你的IO很高 或者是你的CPU 或者是 就是你要先找到你的那个超时原因 可能这个在定位上 就是你就像刚才提到的 这个其实你说的问题也非常好 就是说 怎么样能够快速定位到我的超时在哪里 这个也还是很重要的 但是 如果你说是单个POD 它启动的问题的话 其实我们后面还会有一个演讲 是关于那个POD启动速度的 但是这个可能是针对POD 或者是AI的POD的这种一个介绍 然后下午这也会有一个主题 我想问一下 刚才在你的PPT里面 也看到了说 你们要sell the weather less 对吧 要把sell the weather去除掉 对吧 然后我看了一下 那个现在的那个接口 它的那个定义和 和Metro的接口是差很多的 就是以后后面CRI会新开接口吗 新开一个Metro的接口吗 还是怎么样 我印象里是有两个 一个是那个State Summary 那个是之前CRI提供的那个接口 对 可能State那个应该是 按照新的那个标准来 然后可能未来是按新的 那个CRI的这套来做 还在做 有一个KEP在追踪 就所有的这些 哪些信息是 后面的那个 选择可能不会改 选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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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很多功能 可能会假 就有很多那个 还没有做的内容 可能要添加 接口应该不会变吧 这个我没有具体看 可以后面 后面我再确认一下 就是它有一张列表 就是说现在 CR CR 支持哪些 然后哪些已经用 CRI的接口可以拿到了 哪些拿不到 它这个 这个已经有了 但是你说的那个接口的 那个变化 我还不太确定 我理解是不会变接口 只是会加参数 就加那个支持的参数 好 谢谢 你好 在那个看代码过程中 我发现 那个在Coplet里面 有一个event handle了 里面有一部分 会去重新查看一下 节点上的资源 是不是够 那为什么scheduler 做了以后 那个Coplet上面 还要再做呢 可能还不一定有 这上面 它其实就是在节点上 包括那个GPU的分配 它其实你到了节点上以后 它还有一个分配过程 有时候 但现在的话 你有了那个DR 应该是可以 做一些定义的 额外的定义的吧 但是这个我不太确定 这个我没有实际操作过 就是正常情况下 就除了你说的那种 自定义的资源 是这样子的 或者是那个NAM架构的CPU 我记得之前 也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 它先分配到 先调度器 只是告诉你 调到哪个节点 到这个节点以后 它具体用哪些CPU 包括刚才那个绑核的 这些东西 它是要在节点上 还有一个额外的 一个操作过程 这个我不太确定 这个我可以 后来去查一下 我感觉是不需要 但是具体可能 我还得再研究一下 谢谢 就刚才PPT提到 就是那个PL1G 就从那个不停的 离子改成那个事件出发 就我有点好奇 它那个底层 它是怎么实现的 CRI我理解 它是通过CRI 还是怎么说 它需要更包括 版本的CRI的支持 对 CRI实现的支持 对 如果你低版本 它不实现 它会自从帮你回退到 那个Generic 偏离一几的 它需要底层的实践 对 那它其实也需要 跟人家分开 对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